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的三块甜千万别荒废 人这一辈子会遇到无数坎坷 会经历无数磨难 等尝尽了酸甜苦辣 体味了大喜大悲 就会明白 责任才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 尤其对于男人而言 妻子是牵挂 子女是义务 事也是职责 只有担起该担的责任 履行该尽的义务 耕好自己的这三块甜 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站稳脚跟 混得风生水起 否则 就算有再多的钱 和天大的本事 也是白费 第一块甜 妻子 什么样的男人最成功 演员陈道明的一段话 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当你放下面子 对老婆好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为了 一个真正的男人 当你给足老婆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成功了 真正成功的男人 不是住着多大的房子 开着多豪华的车 而是在生活中 明白对老婆好 就是对自己好这个道理 所以懂得感恩妻子的付出 知道体谅妻子的不义 也愿意宠着自己的妻子 这样的男人 不仅家庭幸福 人品也不会太差 也就更容易获得 别人的好感 从而取得成功 更何况 对老婆好的男人 能得到妻子的支持与崇拜 不管发生什么 妻子都会站在自己身边 给自己加油打气 因此有句话说 你给妻子一些食材 他将还你美味佳肴 你给妻子一间房子 他将还你一个家 前几天 我们一家人和朋友 一家去海边游玩 朋友跟我抱怨说 我老公365天 每天都有应酬 孩子几乎都看不到他 我觉得很不开心 男人要想成功 就一定要对妻子好 因为妻子 才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运势 结婚以后的女人 是男人的妻子 是老婆 更是男人的责任 不过这个责任是甜蜜的 值得期许的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因为相遇相知相恋 然后以爱为名 两个人约定携手一辈子 那么既然选择在一起了 就需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共同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 尝尽两个人的甜蜜时光 女人 嫁给男人后 就是男人一辈子的责任 选择了自己的妻子 就不能再和别人 不清不楚 拥有了自己的女人 就要对他坦诚相待 就女人而言 他们其实要的不多 这个男人能积极上进 努力赚钱 家务活能主动帮忙干一点 别回家像个大爷就行 最重要也不能缺少的 就是对妻子的真诚和忠诚 第二块甜 子女 养不教 父之过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 教育孩子最重要的责任 就是父母 母亲若是温柔贤惠 孩子也会变得善解人意 懂事体恤 父亲若能宽厚担当 孩子就会懂得责任的重要性 果敢刚强 反之 如果一个男人 身为父亲 却不懂鼓励子女 反而情绪不稳 专横暴躁 那整个家庭都不得安宁 美国政治学教授早就说过 基本上每个重大社会问题 都与父亲缺失有关 父亲这一角色 一旦缺失 必将导致孩子人格的不健全 因此 为人父者 最重要的就是做好孩子的榜样 只要自己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做到言出必行 提升修养 任何时候都有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 那么孩子沿着自己的脚步 一定会走向光明大道 正如杨岚说 如果自己充实快乐 有责任感 有情绪管理能力 孩子会模仿你的 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晶 同时也是男人 是一名父亲 应尽的责任 这个世界上 很多男人心里的一块肉 就是孩子 有了孩子 男人就必须承担起 自己做父亲的责任 在家里 得给孩子做榜样 让他学习和敬畏 在外面 给孩子做大山 给他依靠和温暖 教育好孩子 引导孩子正面 不走歪路 做一个好人 积极向上的人 这个是男人 也是父母 一辈子都需要坚持的事业 毕竟对于孩子的教育 不仅仅是学习好 成绩突出 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 做事的原则 培养好的人品 关于人品的走向和教育 父母亲都需要以身作则 时刻做好孩子的标杆 让孩子有目标可追 时刻都能保持进步 父爱如山 让孩子永远有依报 就是一个男人 最重要的责任 第三块甜 事业 情感专家图磊曾经说过 现实中有两种男人 第一种 特别不喜欢女人和自己谈钱 第二种就是 他会主动和女人谈钱 他觉得让自己的妻子 过上好日子 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一个真正有本事的男人 除了要在社会上 有一席之地 人脉广博外 更重要的就是 可以让家人 过上好日子 于子女 他们犹如宽厚的树枝 可以遮风挡雨 于爱人 他们就像温暖的房间 可以恩爱相守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 平日里的拼搏与努力 换句话说就是 男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 如果没有自己的事业 就没有物质的来源 失去物质 还谈什么家庭责任 柴米油盐的生活中 只有竭尽权力 才能担得起家庭的重担 有句话说 男人甭管遇到多大的风雨 多大的麻烦 都要挺之脊梁 不言放弃 事业心 就是一个男人最好的财富 也是家庭和睦 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 经营事业是有方略的 经营事业 男人就要有点霸气 带上点王气 成就点仁爱 也少不了一点轨道 一要眼高 要能放开眼界 博大胸怀 坚韧不拔 瞄准事业发展的制高点 有舍得一身锅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 胆识与魄力 为自己的事业 开创空间和前景 要崇尚奋斗 反对萎靡 要崇尚进取 反对畏缩 要崇尚高大 反对低沉 二要守低 着眼长远 气度广大 只是其一 因为不及鬼步 无以成千里 男人在经营事业时 应该认真地 在做方面下功夫 向小 细 精 要实效 男人要学会 把人生的那个大目标 分化一个一个的小目标 统筹坚固 分阶段 有计划 有实效 实施到位 男人也要注意 事业发展的细节 对照自己的人生目标 实践刘备老先生那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名言 编织好人生目标的细节网 然后一个细节 一个细节地去落实 拥有事业心的男人 方可为以重任 做成大事 托尔斯泰曾说 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 他将一事无成 而热情的基点 正是责任心 能对妻子负责的男人 是深情的人 能对孩子负责的男人 是担当的人 能对事业负责的男人 是靠谱的人 这样的男人 哪怕他现在 静况不佳 毫不起眼 但总有一天 他会靠着自己的双手 打下一片 独属于自己的江山 愿每一个男人 都能尽心尽力 活出样子 活出坦荡 成为顶天立地的存在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